十六国 第八国 北梁 军以此为借口 攻杀断叶 仍称梁州墓 改元永安 继承梁州王霸之地 举群蒙逊 412年定都孤赃 称河西王梁州墓 此时 北梁控制金甘肃西部 宁夏 新疆 青海的一部分 是梁州一带最强大的势力 421年灭西梁 433年蒙逊巨士 其子举群墓间继位 439年 拓拔韬 率北魏军团 围攻股脏 举群墓间出降 举群墓间帝 举群吾会西行至高昌 重新建国 444年举群吾会并故 弟弟举群安州继任 441年 呈善善国内乱之机 占领了善善 被宋封为西域荣己校尉 梁州刺史 和西王 460年 柔然攻破高昌 举群安州被杀 北梁灭亡 一般认为北梁只有举群是两个帝王 有些史初将高昌北梁 也算作是北梁国的历史 如是纪武帝 享国63年 武宣王举群蒙训 梁埃王举群墓间 第180位 北梁第一帝 武宣王举群蒙训 举群蒙训 在位32年 66岁 敌帝王举群发红的儿子 后梁龙飞二年 举群蒙训得知伯父举群罗仇 被后梁皇帝吕光所杀 联合诸部会葬者 结盟起兵 拥戴建康太守段叶 担任梁州都督 天玺三年 诸沙举群南城和段叶 自领大将军 梁州慕 张叶公 年号永安 永安三年7月 联合南梁国王突发怒谈 后勤皇帝姚兴 和立灭亡后梁 永安十一年 迁都孤赃 自称和西王 玄十九年 功灭西梁 前史朝贡南朝宋 北魏 授封梁王 义和三年 举群蒙训去世 第181位 北梁第二帝 梁埃王 举群穆奸 举群穆奸 在魏七年 北梁武宣王举群蒙训第三子 举群穆奸聪颖好学 和雅有度 早期任敦煌郡守 迎娶北魏五威公主 义和三年 继承王位 年号永和 同时交好北魏和刘宋 拜梁州赐史 当时 北魏兴盛 一同北方之势不可挡 永和七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攻破孤赃时 归降北魏 拜征西大将军 授封和西王 太平真军八年 宣称密谋谋反 被赐死于家 宣称密谋均